我們一定要選一邊 先把我們自己的事業 把它弄穩定 這時候我跟玉玉 坐在一起聊天 然後聊一聊 那個男的就突然出現 他一直一直跟著我們 玉玉就看不下去了 他就說 不好意思 我們兩個已經在一起了 這男的就尷尬了 就走掉了 新鳴他海中間他會說 坐在我的旁邊 然後那個粉絲就先打了一個箭子 對新鳴說 然後他叫新鳴 妳還是被胎 妳是被胎 我是被胎 他叫新鳴 妳是惡婚耶 他叫 重婚重婚 他叫新鳴叫老公 然後叫我叫老婆 好嗎 因為我們是新鳴 對我們是新鳴 對 然後他就是兩個一起喜歡 然後他就先跟新鳴仇恨 然後又再開了一個戒指給妳 他帶了兩個戒指 有 有 我期待妳 有嗎 欸妳真的會聽喔 嗯 Dating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就在 事業上升期吧 所以我們也不可能 兩邊同時這樣 我們一定要選一邊 先把我們自己的事業 把它弄穩定 之後的我覺得 呃 之後的事之後再輸 真的 他如果有人追怎麼辦 我們追 拒絕 你們可能有人追嗎 因為其實我們公司的 記賣令 其實就已經是 應該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 應該不會有人追 所以現在工作用嗎 對 我突然想到一個很有趣 我之前有拒絕過一個男生 但是 但是不是那種 我認識的男生 然後拒絕 我拒絕 也是那種路邊 就是搭訕的 然後 然後他就 他就 他就來搭訕我們 然後 我一直 他一直跟著我跟玉姨 因為那時候我跟玉姨 走在一起聊天 然後聊一聊 那個男的就突然出現 然後一直一直跟著我們 一直跟著我們 一直跟著我們 哈啦啦啦 一直講 然後我們 走去那個逛哪裡 都一直跟著我們 然後我們講到後面 吳玉 玉 玉就看不下去了 他就說 不好意思 我們兩個已經在一起了 他就跟那個男的 我們兩個已經在一起了 然後 然後那男的就尷尬了 這怎麼掉了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